恐怖四個月大胎屍冰冰箱 放一年才被揭發 如何才能讓來不及出世胎兒的靈魂 能安息 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去年8月 高雄这名成姓妇人 怀孕四个月时不慎被门撞到 结果胎死腹中 为了让英明友好归宿 她的丈夫竟将胎属经期 用网身部包好后放到墓盒 再传放到前妻妹妹家中的冰箱冷冻柜 前妻的妹妹是检蛊屍 一点都不忌讳 旁边还冰了食物 直到今年新月 她的丈夫入肩服刑 检方意外得知此事 通知检方 检方11号到场果然看到胎屍 婴胎的部分 恐怕是个人信仰上的个人行为 目前是暂时排除 有涉及任何的行事不凡 他们这么做虽没犯法 但命理师认为将胎属冰冷冻 才能让因您安息的说法 根本是无稽之谈 不正常 不行 太冷 太冷 让人家很冷 她会挂到皮皮刺 命理师认为因技术火化或安置 并做法超度才对 东新闻太吓人了 报导